1月12號起 安陽市湯英縣古閑鎮 全域被調整為高峰閑區 民眾上傳的視頻顯示 當地居民每家每戶的門全被擰上鐵絲 湯英縣白銀鎮裕才學校 也是高峰閑區 日前該校有4,040名小學生 被轉運到三個地點集中隔離 而除了古閑鎮和白銀鎮裕才學校外 湯英縣其他區域全被提升為中峰閑地區 湯英縣某製造廠工作人員告訴新唐人 湯英縣的工廠處於停業狀態 有訂單但出不了貨 1月12號 安陽市華縣也實施臨時封閉管理 華縣一地被調整為中風險地區 新唐人記者陳傑、李珊珊、黃宇寧采訪報導 好看喔 好看喔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